第六百七十六集 张叶这个重力阵法可以发出五百倍的重力 黑沙王绝大部分的力量都被封印了 在五百倍重力的镇压之下 等是吃力一掌 说话都困难 黑沙王被五百倍重力镇压 等是感觉到危险 他大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之上冒出一层淡淡的光芒 一股怪力猛然发出 把重力阵法轰开 黑沙王的反应已经够快了 但张叶的战斗力远远超过黑沙王的意料 他刚刚把重力阵法轰开 眼前突然清光缭绕 一个个青色的符纹组合成一个个千奇百怪的阵法 朝着他 落下来 黑沙王连忙出手 施展出种种防御阵法抵挡 只可惜 他出手的时间已经迟了一点 拼命抵挡之下 身躯依然挨了两极重击 黑沙王庞大的身躯被轰得飞起来 重重地撞到了擂台的边缘之上 张叶突然目光一宁 原来 挨了两极重击之后 黑沙王竟然浑然无视 就连身躯上的皮都没有丝毫的破损 黑沙王冷笑一声 傲然道 人类 你现在知道本沙王的厉害了吧 本沙王自从出生之日起 就在海底潜游 一亿万万经海水压到身上 也没有感觉 本沙王的肉身之强悍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就算本沙王站到这里给你杀 你也无法杀得死我 黑沙王当然不会傻傻地站着 任凭张叶红杀 他说出这句话 目的是打击一下张叶 然后出手进行反击 张叶的脸容平静 说道 是吗 手掌一挥 再次发出重力阵法 黑沙王刚刚要动手 庞大的重力已经降临了 无奈之下 黑沙王只好再一次地爆发出强横力量 把重力阵法轰开 就在黑沙王轰开符文阵法的时候 一柄符文刀 骤然出现 符文刀深深地展入到黑沙王的身体 把他打到擂台之上 黑沙王拼命地扭动着身体 尸声惊叫 说道 你这是什么刀 这是符文和阵法结合起来凝聚出来的刀 这柄刀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里面蕴含着我的所有力量 我的力量在符文和阵法的加持之下 可以发出千百倍的威力 可以粉碎一切的东西 黑沙王的脸色大别 黑漆漆的脸 竟然变得惨白起来 他这时候终于知道 张叶这个对手 悟性比他厉害得多 实力比他厉害得多 我不服 黑沙王咆哮着 庞大的身躯一阵就要自爆 拉张叶一起死 张叶的神色丝毫不变 又一柄符文刀出现在手上 符文刀骤然一阵 刀刀刀光朝着黑沙王落下去 符文刀落下去 巧妙之极地斩断了黑沙王的经脉 黑沙王想要自爆都办不到 黑沙王想跳起来和张叶拼命 但符文刀一刀刀地斩来 切割着他的身躯 每一次切割 都割下一块薄薄的肉 很快 实力强大的黑沙王 就变成了一堆鱼片 张叶杀死了黑沙王 得到了黑沙王的所有气韵 脑后的气韵金光大扎 张叶留意了一下 他的气韵整整增加了 两千四百万 达到了四千五百万 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任务 第三个任务准备开始 第三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相同 你和你的对手同时参悟符文和阵法之道 最后展开战斗 活下来的可以获得对手的气韵点 通过第七关 如果成功通过第七关 可以得到一千万点气韵 得到一次退出百族争霸战的机会 张叶眼前一阵变换 又一个异族强者出现在张叶的面前 第七关 张叶的第三个对手 竟然是一个熟人 三眼神 张叶和三眼神一碰面 立即杀鸡四溢 三眼神冰冷的脸容之上 居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缓缓地说道 想不到你这个废物 竟然能够闯到第三关 这一次 再没有谁能够帮到你了 你注定要死在我的手里 三眼神的眼神集中 射出一种兴奋和嗜血的光芒 第五关的时候 三眼神被火灵的精神力量吓走 虽然感觉到极其憋屈 但三眼神却是忍耐下来 再也没有找张叶战斗 三眼神的心里明白 张叶的身上肯定有着极大的秘密 可以借助着外力提升精神力量 他根本不是对手 但在这个封印空间之中 张叶再也无法得到外力帮助 再也无法提升精神力量 三眼神现在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把张叶斩杀 三眼神的目光摇摇刺来 如同剑一般 他的精神力量真是庞大的可怕 隔着封印空间 张叶都可以感觉到汪洋大海一般的精神力量 张叶的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凝重着色 玄机恢复了平静 张叶经过星光修炼和星光翠体 修为已经进阶到零到二重后期 战斗力提升了十数倍 而且张叶还拥有着自己的底牌 三眼神的战斗力虽然强大 但张叶却是丝毫不惧 百族争霸战第七关 第三个任务开始 第三个任务的规则 与第二个任务的规则完全相同 现在开始展示符文阵法奥妙 冰冷的声音突然出现 随后张叶和三眼神头顶之上 出现了一个个符文 符文开始演化 展示出种种天地智力 这一次演示出来符文阵法之道更加的深奥 张叶有一种感觉 如果自己能够完全参悟透符文阵法 即使散去天鹤正气 他也可以凭着符文和阵法 重新创造出一套修炼功法 快速地恢复实力 符文就是天地的文字 阵法就是天地的文章 通过符文和阵法 可以领悟到天地智力 张叶默默地参悟着 展示出来的符文阵法 虽然越来越深奥 但张叶凭着精神的悟性和智慧 却是完全地领悟了 三眼神这时候 也是默默地参悟着 目光之中闪烁着阵阵的异彩 显然 他的悟性也不低 也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一千个时辰过去了 张叶和三眼神同时起身 同时落到擂台之上 一落到擂台之上 两大强者的力量 都被封印了九成九 就连精神力量 也被封印了九成九 灵魂都一阵地虚弱 杀 张叶和三眼神同时出声 同时出手 张叶双手骤然一挥 九九八十一个符文 骤然飞出 符文飞到半空之中 骤然形成了一个重力阵法 直扑三眼神 张叶和黑沙王战斗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施展出重力阵法了 发出五百倍的重力 参悟到了第三次符文演示之后 张叶对符文阵法又有了新的领悟 他施展出来的重力阵法 由九九八十一枚符文构成 可以发出五千倍的重力 五千倍的重力突然降临到三眼神的身上 三眼神当即发出了一声惨叫 整个身躯被重力压得弯曲起来 鲜血之吐 这还是三眼神闪避的快 及时避开了要害 如果他被重力阵法 正正地压重 他整个身躯 都立即要被阵法压爆 连发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张叶这时候 情况也不妙 他施展出重力阵法的时候 三眼神的攻击也降临了 三眼神的攻击 就是他的一声大吼 杀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里面 竟然蕴含着符文之道 直接攻击张叶的灵魂 声音像是利剑一般 狠狠地插住到张叶的灵魂深处 在狠狠地搅动 张叶瞪时眼前一黑 差点就要失去知觉 张叶重重地哼了一声 天地一指 猛然镇压 把三眼神的灵魂攻击化解 张叶和三眼神摇摇地对视 两大强者的眼神里面 都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三眼神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张叶的意料 他的精神力量被封印了九成九 但他巧妙地把符文攻击 精神力量结合到一起 创造出了一种诡异的灵魂攻击之术 即使以张叶的实力 挨了一记攻击之后 灵魂也受到重创 张叶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远远超出了三眼神的意料 张叶看起来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类天才 但灵魂却是强大的出奇 三眼神发出来的灵魂攻击 虽然重创了张叶 但却无法让张叶失去战斗力 而张叶施展出来的重力阵法 威力实在是可怕 即使以三眼神的战斗力 在重力阵法降临的时候 也有一种心胆剧烈的感觉 张叶和三眼神摇摇地看了一眼 再一次出手 张叶发出来的 依然是重力阵法 三眼神发出来的 依然是灵魂攻击 两大强者 再一次吐血 三眼神发出来的灵魂攻击 已经超越了物质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攻击 无法闪避 也无法抵挡 张叶只能应接 应接之下 灵魂再一次受到创伤 而张叶发出来的重力阵法 隐隐间覆盖了整个擂台 三眼神虽然拼命地闪避 依然无法完全避开 霸道之急的重力 让三眼神肌肤暴力 内脏都出现了裂痕 就连头皮都被重力撕扯掉 露出了白森森的头盖骨 张叶想从肉体上消灭三眼神 三眼神正好相反 他想从灵魂上消灭张叶 对戒之下 两败俱伤 张叶强忍着灵魂的剧痛 再一次出手 三眼神也再一次地发出灵魂攻击 张叶吐出了一口鲜血 三眼神鲜血狂喷 根本停不下来 他的精神力量比张叶强大得多 灵魂也比张叶强大得多 但肉身却远远不如张叶 第三次影评 张叶依然是生龙活虎 但三眼神的神区 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叶的目光之中 掠过一丝喜色 他再一次出手 九九八十一枚符文 骤然形成了一个重力阵法 朝着三眼神压下去 三眼神全身的骨头 都被重力阵法压碎 神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面对张叶的重力阵法 他依然是冷静之急 一道诡异的光芒闪过 张叶发出来的重力阵法 竟然被硬生生地击散 张叶摇摇地看去 只见三眼神的额头之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只冰冷的毛子 刚才那道诡异的光芒 正是从这只毛子之中发出来的 三眼神三只眼睛 齐齐地看着张叶 缓缓地说道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叫三眼神吗 原因很简单 我天生异禀 拥有第三只眼睛 我这第三只眼睛 乃是上天所赐 视为天眼 这只天眼一开 我就是神 所以我叫三眼神 张叶 蛮荒世界的年轻 被逼得我睁开第三只眼睛的 你是第一个 你死在我的天眼之下 应该觉得自豪 张叶没有出手 听着三眼神说完 三眼神的攻击 乃是来自灵魂层面 张叶出手的速度再快 也是快不过三眼神的 所以张叶干脆就 挡着三眼神出手 张叶刚才受到了 三次灵魂攻击 虽然难受得要命 但张叶却是隐隐地找到了 化解三眼神灵魂攻击的办法 三眼神虽然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但张叶依然是一无所惧 三眼神终于发出了攻击了 他的第三个眼睛就像是三个漩涡 空洞洞的 下一刻 三道灰蒙蒙的光芒 从三眼神的三只眼睛中射出 三道光芒 正正地射到张叶的身上 仿佛是一道雷电 猛然间披露到灵魂之中 张叶瞬间到了魂飞魄散的边缘 张叶的身躯一震 木头一般地倒了下去 三眼神的眼神之中 闪过了一丝喜悦之色 突然他的喜悦之色变成了惊骇之色 原来张叶倒地的同时 突然一伸手 一个重力阵法 猛然间出现 重重地压下来 三眼神的身躯立即被压成了一团血泥 只有最坚硬的脑袋 勉强保持了完整 但五官都已经被重力压碎了 三眼神的嘴巴微微一动 竟然说话了 张叶 你为什么没有死 张叶的身躯 依然躺在地面上 听到三眼神的疑问 他哑声说道 我遭受到几次灵魂攻击 已经找到了化解之法 而我又参悟到了一丝天地意志的奥妙 你的灵魂攻击虽然厉害 但也无法让我魂飞魄散 三眼神喃喃地说道 参悟到天地意志 又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化解灵魂攻击之法 你的悟性之高 超过了任何的种子选手 我死得不远 五千倍的重力之下 三眼神的头骨猛然爆裂 死得干干净净 张叶勉丽地站起来 脸上露出了一丝惨笑 还是我活到了最后啊 三眼神 我不用拿出底牌 照样可以杀了你 张叶的手一扬 把三眼神的遗物 统统收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